两男两女在桑拿市内体会无上的争气享受 而危机也正一步步向他们破镜 在此期间 迈克和瑞尼突然爆发争吵 前者夺门而出大发雷霆 而瑞尼和詹娜 伊恩稍后却发现 他们三人却被意外锁在桑拿市中 三年前一场车祸让詹娜的男友意外丧生 詹娜久久无法从三年前的惨剧中走出 好闺蜜瑞尼因此邀请詹娜 男友迈克以及新结实的帅气青年伊恩 参加当地的一个欢乐聚会 负责接待的是伊恩的舅舅维德 他是这栋湖畔小屋的主人 对于四人的到来 维德已酒相欢迎 但是詹娜并没有喝酒 他因为三年前的车祸患上了幽闭恐惧症 靠吃药物缓解病情 但今天他想减少吃药靠伊丽控制病情 刚进房子 迈克就迫不及待拉着性胆女友上去双人运动 留下尴尬的詹娜和伊恩面面相去 到了晚上 五人开始欢快地进餐 从他们闲聊中了解到 迈克是一个吃软饭的小白脸 平时都是瑞尼负责挣钱 他不以为吃反而洋洋得意 而学物理专业毕业的伊恩 反而志愿当一名作家 维德认为伊恩搬到这里来跟他一块工作 生活又轻松 还能赚到钱 但伊恩想要做一些更有意义 更有分量 更重要的是 聚餐结束后 维德带着自己宠物狗靓仔去观看烟火表演 而迈克和伊恩商量等下一起去争桑拿 詹娜因为幽闭恐惧症有些不想参加 但是耐不住瑞尼的劝说 他摘下了前男友送他项链 他决定是时候放下前男友重新开始了 换好衣服后走进了桑拿房 此时桑拿房的温度84摄氏度 两个女生觉得温度已经够高了 但是两个男生觉得还不够 还给炉子的石头浇水 桑拿房的温度再次升高 四人明显有点吃不消 他们决定到湖里游泳降降温 冰火两重天的快感瞬间四人直呼过瘾 刚才的尽情释放也让詹娜的心情好了不少 迈克和伊恩却开始摊杯 尤其是迈克喝得有些神志不清 惊虫上脑的他堵住瑞尼想要打扑克 可是瑞尼非常厌恶醉酒状态的迈克 他以心情不好为由拒绝了迈克 求欢不成的迈克心情郁闷地在外面大发脾气 听到动静的瑞尼不屑地摇摇头 开始数落起男友的臭毛病 一把年纪还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做什么都任性而为 从不懂得照顾他的感受 这时 外面再次传来冰冰胖胖的声音 伊恩想要去看看迈克情况 就被瑞尼叫住了 殊不知 就是刚才的轻轻一推 门外的梯子就向下滑动了一寸 瑞尼认为迈克只是喝醉了 说着说着 又开始抱怨起男友 桑拿房的高温让他的心情更加糟糕 瑞尼决定离开这里 可是他用力一推 只打开一条缝隙 奇料这个动作让门外的梯子再次滑落 彻底将大门卡死 瑞尼推不动 伊恩也上手帮忙 这个肌肉猛男猛推 木门依然纹丝未动 终于意识到不对劲的 珊娜幽闭正犯了 他爆发了 催促伊恩赶紧开门 瑞尼见珊娜状况不太对劲 试图安抚他 此时 伊恩依然乐观认为 他们不会困在这里的 为此他使出野猪冲撞 但木门依然纹丝不动 瑞尼见此也不能淡定下来 站在门口拼命地呼喊男友迈克 他认为这是迈克的恶作剧 私生历劫的呼喊 让瑞尼出现脱水现象 伊恩认为如果真的是迈克锁的门 他完腻了就会来开门的 瑞尼这才回到座位上坐下 此时依然保持冷静的伊恩觉得 如果能找出门打不开的原因 就能找出打开他的办法 透过小窗口 他们只能看到好像有东西把门挡住了 珊娜注意到挂在墙上的温度计 在那背后有一个自动调温器 但是开关在外面 一般情况下 人在外面设定好温度 加热器就开始工作 当温度达到设定值时 加热器就停止运行 这个装置就是用来让加热器停止运作的 但是伊恩也不能百分百确定这就是正确 也许破坏后 情况会变得彻底失控 瑞尼拿起水勺就疯狂敲打玻璃窗 但是后时的玻璃根本有没有碎裂的迹象 伊恩则准备取出一块石头 在水中浸泡降温后 伊恩开始于公仪山式的砸玻璃行动 数次历劫后 直到手掌都开始出血后 后时的玻璃窗应声而破 瑞尼一把推开力竭的伊恩 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 詹娜随即跟上 但是她并没有放弃拉伊恩一把 之后三人疯狂呼喊迈克 直到彻底喊不动 伊恩依然忧心忡忡 她知道虽然现在凉快点 但这种情况不会保持下去 自动调温器会一直加热到设定的初始温度 但是由于玻璃破碎后 自动调温器永远无法达到设定的84摄氏度 整个征拿房就会像一台对流式烤箱 但是伊恩并没有放弃 她制作了简易拉拽装置 可是数次尝试 根本拉不到卡死的梯子 瑞尼却盯上了墙壁的自动调温器 伊恩劝她不要轻举妄动 如果出现最坏的情况 桑拿房的温度将会暴涨到120摄氏度 坐在墙角的伊恩将目光盯上用来照明的灯光 她觉得可以把灯弄短路 如果灯跟加热器开关用的是一条线路 电源关掉后 加热器也就关掉了 她卸掉了灯泡 然后将用湿毛巾裹住木饼勺子塞进了灯泡接口处 煞石 火花四箭 这下唯一强壮的男人伊恩半条命都没了 无力地依靠在墙角 贴心地粘纳给她喂食了一些饮用水 但灯和加热器开关并不是共用一条线路 他们仍处于高温的桑拿房 就在三人处于绝望之际 门外传来靓仔的叫声 这就像绝境中的一根稻草 他们赶紧趴在窗口大声呼叫 这边 酒醒过来麦克也听到狗叫声也过来查看 可就这时 烟花表演开始了 烟花爆炸声完全掩盖住了三人歇斯底里的求生声 单细胞的麦克也没多想静静观赏着烟花表演 聪明的亮仔见麦克完全没理会她 便又跑到维德身边开始吼叫 望着不断嘶吼的亮仔 维德还以为他是被烟花声吓着了 但是亮仔仍不放弃 在车上还在不停吼叫 本来在亮仔的引导下 维德完全有机会走到桑拿房 不料半道上杀出一个成咬金 麦克现在还在生闷气 以为同伴丢下了他去参加派对去了 见到可怜兮兮的麦克 维德便接上他准备带他去开心开心 但是亮仔并不愿意上车 可他毕竟是一条狗 两人也没放在心上 与此同时 三人同时出现严重缺水状况 为了解渴 麦克和詹娜只能轮流喝洗脚水 一旁的瑞尼终于爆发 他不愿被动等待 他再次盯上了自动调温器 詹娜为了避免情况更加糟糕上前阻拦 两人在争执过程中 一个不小心将石头敲在了瑞尼的脑袋上 他当场失去了意识 詹娜也被自己的行为吓呆了 这一幕也让伊恩看傻了 他查看瑞尼的身体状况 虽然正在流血但是还有呼吸 好心的伊恩想要詹娜帮忙将瑞尼移到门口 詹娜则陷入深深的自责 说自己只是想阻止瑞尼破坏开关 并不是故意伤害她的 因为她相信了伊恩之前的判断 其实伊恩仍然不能判断出自动调温器破坏后 到底有什么后果 听到伊恩也不肯定后 詹娜像打了鸡血一样用石头爆锤自动调温器 随着喷的一声 两人瞬间仿佛进入地狱 最糟糕的情况出现了 桑拿房的温度再次升高 意识到已经进入绝境的伊恩瞬间破坏 开始冷笑 由冷笑变成大笑 笑得詹娜觉得害怕 紧接着伊恩便决然地冲了上去 死死抱住火炉猛力推扫 皮肤和火炉接触的地方发出滋滋的声音 在伊恩的疯狂行动下来 终于弄断了烧红的煤气管道 煤气瞬间接触到火源 引发了剧烈爆炸 首当其冲的伊恩瞬间隔屁了 但是桑拿房的大门却在这次冲击之下打开了 逃过一劫的詹娜立刻打开一瓶冰泉水 喝个过瘾后 詹娜爬上二楼躲进卧室大声的哭泣 一次普通的蒸桑拿却让两个好友死去 恍惚间 她突然听到有人在喊她 原来她现在还在桑拿房 因为主心古伊恩的死去让她陷入幻想之中 虽然现在火炉问题得到解决 但是新的问题出现了 现在出现了煤气泄露问题 来不及悲伤现在仅剩的两人必须努力活下去 此时的詹娜变得勇敢起来 将浴巾撕成袋子将没有行动力的锐尼掉在窗口呼吸新鲜空气 她自己则开始想办法塞堵住煤气管道 数次尝试后成功用木头塞住煤气管道 她们终于安全了 而迈克则躺在沙发上静静等待她们归来 直到第二天的早上维德过来才发现掉在窗口满脸是血的瑞尼这才报警 知道一切的迈克懊恼充斥着满脸 也许她的任性所为失去的不仅是知友或者还有自己深爱的女友 在救护车上 好闺蜜之间也并是前嫌重归于好 我是无意电影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